日前,34岁的郑明完成了一项任务 历时11天将免费杂志里 关于养生健康常识的内容 翻译课程共一万余字的六本盲文书籍 供更多的盲人朋友阅读 然而,郑明的翻译之路并没有就此停下来 近日,他正在志愿者的帮助下 试着将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知识课程盲文 便于在盲人朋友圈里进行阅读传播 出生于1986年的郑明 从小因眼疾而失明 在特殊学校就读期间 他学会了盲文 也掌握了按摩技术 目前在成都一家盲人按摩店上班 谈及为何要将健康知识翻译成盲文 郑明说,自己所在的按摩店 是周围盲人朋友的聚集地 大家平时对健康养生知识很感兴趣 此前,同是盲人的按摩店老板 获得一本健康杂志 通过图书馆扫描成 可以用软件阅读播放的电子版 但是,盲人朋友们听力有限 使用的阅读软件语速都很快 理解起来有点跟不上 证明课盲文需要有人帮忙阅读 然而,店内盲人同事都无能为力 于是他选择了向四川义路同行慈善服务中心求助 慈善服务中心发出志愿招募信息后 很快就得到了响应 证明每天只能抽出工作之余的时间进行翻译 每当他翻译时 就会有志愿者在旁边帮忙阅读 翻译过程中需要反复阅读定证 有时候一段话 志愿者们可能就要读上数十遍 参与阅读的志愿者李小辉说 阅读的过程很累也很枯燥 但是看到证明每天顾不上手掌酸疼 坚持刻着盲文的认真劲 就会想帮他快点完成这项任务 当时募集志愿者 那么每天每人两小时来参加这样一个活动 一天时间不到 那十几位志愿者就募集到位 我们主要帮他阅读 他的那个盲文的字是一点一点刻上去的 所以来说的话 他会比我们正常人会慢很多 所以我们仅仅的这个一页的字 可能就几百字的话 那么他就要刻出一本 经过我们不断大家共同的一个努力 用了11天时间我们完成了这个事情 据了解 盲文翻译需要盲文写字版 书写盲文专用纸和锥形的盲文写字笔 盲文写字版又分为上版和下版 将盲文纸放进盲文版中 而写字版又划分为许多个格子 每格里有六个小坑 就是盲文书写的点 不同的点数 位置 对应不同的拼音字母 组成了盲文文字 翻译成册的六本盲文书 让郑明收获了不少盲人朋友的点赞 他现在正试着将疫情防控的知识 也翻译成盲文 让更多盲人了解相关知识 郑明说 周围的盲人朋友中会盲文的普及程度不是很高 会盲文点字的人更少 所以他想把盲文刻字的方法交给更多盲人 让他们使用盲文进行阅读和写作 现在这个防控知识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 以前我们是听广播电视 听了很多这些知识 然后我就想 如果把它刻成盲文 刻成文字 让更多的盲人朋友了解更多的知识 现在还有很多人指挥电脑也不会盲文 想培训盲文点位 就是教他们怎样认识字版盲笔 然后书籍还有盲文点字 让他们都学会盲文